新店区继宝高智慧产业园区动工之后 保新产业园区土地开发招商案 现在也有好消息传来 新美市府和连展集团签署园区合作开发 而在未来将会投资超过4.5亿元 在园区内将会兴建营运总部、研发中心 还有工业厂房 预估可以创造至少150个就业机会 新店保新段产业园区土地开发招商案 8月5号上午在新北市府进行签约仪式 由副市长吴明基代表与连展投资控股公司总经理程鸿宜 共同签署园区合作开发 未来连展集团将投资超过4.5亿元 在园区内兴建企业营运总部、研发中心以及作业产房 连展集团将来在总部里面 大概发展的叫IoT 这里面当然包含5G跟未下世代相关的通讯 还有AIDAS这种自动驾驶系统 这个是跟未来的无人自驾车非常有关的 那当然智慧农业这部分也会有关系 这也是台湾未来非常有发展潜力的 在台湾在做更多的投资 继续在招募更多的研发人才 那么厚制未来的竞争力 那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规划 那么我想新北市在这个时间点 来对于这个土地的释出 以及对于这个企业的扶持 我觉得是及时雨了 那么对企业真的帮助非常大 新北市经发局表示 保新产业园区财土地住任方式 含蓄租最长可以达50年 园区总面积约0.31公顷 而整体的工程预估在110年底完成 可以创造至少150个就业机会 未来与保高智慧产业园区将可呼应串联 进一步带动周边商业活络 并为地方带来繁荣发展 记者陈小旦 张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